再来关心监察委员被提名人 陈世梦遭到国民党立委批评 是意识形态鲜明 不适合担任监委一职 今天接受兰尾质询的时候 被问到前总统陈水扁有没有贪污呢 陈世梦表示依照正常程序 他认为阿扁总统是没有贪污的 而巧的是今天正好是 前总统李登辉的生日 陈前总统在儿子陈志忠的陪伴下 来到了台北为李登辉庆生 上演了世纪大和解 位上被寻台 陈世梦展现十足战斗力 有没有为贝勋做准备 他这样回答 今天早餐多吃了一颗蛋 身为监察委员被提名人 陈世梦明显针对国民党而来 他担心被质疑这个立场的问题吗 我担心他们不质疑我 难会认为你会败难 败命吗 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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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里如意坚持做自己 陈世梦在扁政府时期 曾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 遭国民党立委质疑意识形态 太过鲜明 台湾目前还不是一个国家 还不是一个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地名 地名啊 对 那国民叫什么 目前的国民叫中华民国 以后我们可以证明 不避讳台独问题 国会殿堂上甚至当起 陈水扁的辩护律师 为他答辩 陈水扁前总统有没有贪污呢 如果说这个依照正常的程序 用正常的法律见解来判的话 应该是没有 在他心里阿扁总统没有贪污 甚至认为在国民党执政时 多起案件都是司法不公 对于阿扁的总统的这些案子 还有对于国谣企业案 对于很多民进党的这个政务官 二三十位的案子 都是司法不公的一种情况 立法院内有陈水扁 替阿扁教区 刚好陈水扁出没台北 带着红色纸袋装的伴手礼 跑到前总统李登回家 为他庆生 睽違十二年还上演这出 世纪破冰大合体 时间点这么刚好 独派动作多 难道特设阿扁的日子不远了 今天成天就会进去小组 特别不懂